大家好,我是小七,今天讲一个妹子扔掉东西就能实现愿望的故事 小美是一名记者,尽管工作卖力可总会引出错,引来上司责骂 这天,小美莫名来到寺庙前,一位神秘和尚告诉小美,世界上的幸福与不幸是平衡的,有舍才有德 小美回家后,男友小黑躺着玩手机,吩咐小美准备出差的衣服 正好看见小美衣服后被破了,小美便把衣服扔了,第二天小美便中了特等奖 小美看着自己昨天扔的衣服,想起了和尚说的话,有舍才有德 不知是不是巧合,第二天,公司准备选举政治新闻记者 小美对政治一窍不通,可又不想失去大好机会 想起扔掉衣服后便中奖,小美决定用限量版玩偶试一试 果然小美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表现出色 得到上司的赏识,尝到甜头的小美完全停不下来 开始扔掉家里的东西,很快便当上室内节目主持人 这天,小美得知原本转播台风新闻的记者病倒了 便想尝试一下,可包里也没有东西可扔 便把男友送的项链扔了 小美也因这次报道得到东京事务所的赏识 邀请小美参加气象主播的甄选 小美很激动,可回家却发现只剩下和母亲的合照 正当小美犯男时,小黑来了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小美 小美看着一事无成的小黑 说这样的男友我不要,便甩了小黑 换了一转,小美成了知名的气象主播 还搬到了东京的豪宅里 可此时的小美已经魔正 让东西上瘾,豪宅也空了 不久小美变成了早间新闻主播 可人气却在另一位主播小白之下 小美无法忍受活在别人的光环之下 便把和母亲唯一的合照也扔了 这一天,小白便因丑闻而停职 小美也如愿取代了小白 享受起被众星捧月的感觉 后来小美成为大型新闻节目主播候选人 而竞争对手正是小白 此时小美已被欲望吞噬 可自己无东西可征便杀了小白 这天小美为了提高收视率 未经证实就报道议员贪污 后来议员投诉 小美不得不在节目中道歉 可收视率却一波千丈 小美也因此停职 此时小美心里想的仍是如何提高收视率 可看着空无一物的房子 已经没什么可扔了 随后小美想到了自己 便录下自己跳下阳台的视频 后来节目播放了小美自杀的视频 收视率竟达到了历史最高 故事完 被欲望吞噬的小美走上了不归路 有时我们需要扔掉的正是自己的欲望 对了喜欢的话点一下赞和关注呗 下期再见